真的吗 叶开阳可怜兮兮地看向叶瑶光 如果鬼又眼泪 说不定这双眼睛里 已经开始有泪花打转 行了行了 一大一小就会摧残我的小心肝 天色不早了我要睡觉 叶瑶光最受不了软软糯糯的小包子 即便是一个鬼也不行 挥了挥手不耐烦地默认 接着看着小家伙 你呢 你要回天灵 还是待在外面 孩儿可以待在外面吗 叶开阳目光一脸地渴望 可以 但是不能出这个房间 叶瑶光笑道 宅子里不准布阵 他在房间里布了阵 绝对的气息不外露 就算外面有鬼飘过 也不可能察觉里面有同类 所以叶瑶光对叶开阳 这个被逃目观 束缚了很多年的小家伙 很宽松 我会伤到爹爹吗 叶开阳又问道 他会不会主动吸收了爹爹的阳气 不会 他身上有千年雷积木的阳珠 你都不能靠近他 他的阳气自然也不会外泻 叶瑶光自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那我就待在外面 叶开阳高兴极了 你认字吗 叶瑶光突然问道 我开过吗 读过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小鬼点了点头 不过 我不知道我还认不认得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了 所以不知道还认不认得 那好吧 你等着 说着叶瑶光就转身出去了 然后去书房翻了一本 千字文 和一本三字经 打了一个响指两本书 就无火自然 很快烧得连灰烬都没有 等到火星消失 叶开阳的手中就多了两本书 这些你今晚看看 认不得的跳过 明儿晚问你爹爹 等你看完了 我再给你烧其他的 好好啊 谢谢娘亲 孩儿一定会好好读书 叶开阳立马高兴起开 叶瑶光笑眯眯的躺到床榻上 侧手看向一脸肉疼的温庭站 对于爱书之人 任何一本书都非常的珍贵 心里别提多舒畅了 你以为爹是那么好当的吗 说完 也不理会温庭站 蒙头闭眼睡觉 第二天回到学舍时间已经不早 叶瑶光便开始准备晚餐 将材料准备好 叶瑶光就关上厨房的门 然后用五行之气封了一层 不让任何阳光露进来 叶瑶光把叶开阳放出来 良青今天给你做糖醋鱼 萧氏锐贼嘻嘻嘻的凑近温庭站 允和 姚姐姐是不是中邪了 我怎么觉得 她这里有些不正常 见着萧氏锐指着脑袋 温庭站淡声道 她很正常你不正常 萧氏锐摸了摸脑袋 她不正常 她哪里不正常啊 这世间哪里有人把一把短刀当做儿子 整天还会吃胃喝 就差没有给川一盖背了 萧氏锐觉得温庭站 就是一个碰到叶瑶光的事 什么都是对的没有任何原则的人 随后说道 允和 我从其他人 那得知龙虎山出了一批神剧 刚好过几日是秋收 咱们有十日的长修 要不要去山里看看 姚姐姐要不要去龙虎山 就当踏青 叶瑶光想起来了 马上是秋收 书院就相当于要放国庆一般 少则十日多则半月 于是点头 好 到时我随你们一到 三日的时间一晃即过 这三日夜 姚光准备得很充分 还把家里需要交代的事情 传输给了又里 三日之后 就和温庭站带着萧氏锐 还有秦敦与陆永田 还有文游会合 他们那边还有几个人 而且他们带了不少护卫 陆永田和文游 是萧氏锐在御学课上的同学 他们两个都是奇数的好手 故而结伴一起去龙虎山 氏锐 你不带护卫吗 陆永田一下子就梦了 他就算神经再大条 也知道萧氏锐的身份不容有闪失 邀请了叶瑶光 就有点后悔 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邀请萧氏锐去 若是萧氏锐有个好歹 他们肯定被诸九足 现在看到萧氏锐 竟然连护卫都不带 整个人都不好了 龙虎山不愧其名 蒙虎遍地 凶险万分 有允和与小书在 胜过一个御灵君 跟着叶瑶光和温庭站 萧氏锐还需要什么护卫 别说杀手凶兽等等 就算是妖魔鬼怪也不怕 如果你们要带着这么多人去 那我们便分头行事 十日后书院一见高低 叶瑶光冷声道 人太多让他觉得烦 他都不能逗儿子 否则一个不小心 吸了谁的氧气 这玩意儿对于鬼魂来说 就是毒瘾 一旦沾了就得继续吸下去 否则就很容易魂飞魄散 他可不想害自己的儿子 侍瑞 行了 我与允和他们一道 你们自行一道 反正上了山 谁能训的宝君 咱们看实例 萧侍瑞也不喜欢 他们这么多人跟着 到时候叶瑶光 还得多分神保护他们 陆永田和文游对视了眼 两人都颇为无奈 但是要让他们丢掉护卫 他们倒不是没有这个胆气 毕竟少年轻狂 但若是萧氏瑞出了什么变故 他们无法赢就可如何是好 最后两人决定 由陆永田单独一人 跟着他们行动 而文游则带着两家的护卫 跟在后面 叶瑶光这边 只带了魏卓一个人 其他三个书童都没有带 萧氏瑞肯定跟着暗卫忽略不计 所以加上陆永田也就六个人 他们都是骑马 就赶到了目的地 在山脚下 叶瑶光取出了六段红绳 每一个红绳上拴着一枚铜钱 他自己挂了一个在腰间 另外五个分别送给几人 你们一人拿着一个 千万不能遗失 这东西我开过光 遇到妖魔会想 遇到鬼魂散光 若是走散 将其挂在幼风的地方 我自然能够寻到你们 温亭站几人自然之而种之地收好 陆永田则是嗤之以鼻 但萧氏瑞面前又不敢造次 所以也就不发一言地揣在怀里 然后一行人进了山 既然都是有功夫底子的人 就算是秦敦这个小胖子 也是体力极好 日落黄昏的时候 他们已经进入了山林的深处 叶瑶光选择一个极好的地方 准备扎营 当然是不需要真的扎营账 因为古代没有便捷式的帐篷 携带起来非常的麻烦 所以叶瑶光准备了睡袋 萧氏瑞和秦敦去附近捡柴火 温亭站和陆永田带着魏卓去打猎 叶瑶光负责寻了几块石头 布置了一个小阵法 免得晚上睡不安生 然后就用萧氏瑞和秦敦捡来的柴火 升起火来 萧氏瑞和秦敦又去不远处的河里插鱼 但是等到二人拎着几条鲜活的鱼儿回来之后 温亭站和陆永田还没有回来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看看 萧氏瑞也是有些担心 叶瑶光将眼珠子都差点粘在了 挂在树叉的鱼儿 身上的金子拎起来 去给我找人去 这附近应该没有妖物 现在天还没有黑透 也不是鬼怪出没的时候 最多遇上了凶猛的猎物 只要不是妖 叶瑶光都深信温亭站能应付 金子呜呜的叫了几声 还来不及抗议 就被叶瑶光一条踹在屁股上 将他踢进了林子里 看到叶瑶光怎么对待神后 萧氏瑞和秦敦深深的感动了 果然有了对比 才知道叶瑶光对他们是多么的好 叶瑶光把秦敦处理好的鱼拿过来 弄了一些携带的调料腌制了一会儿 然后取出带来的锅 将汁煮了进去 带到鱼汤都快熬好之后 金子终于回来了 很快温亭站一只手拎着 高大魁梧的陆永田 也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 秦敦下巴都要跌到地下了 看着身子细长的温亭站 一手拎着陆永田 一手一拎着三只肥瘦的野兔 他的步伐依然轻缓 夜风吹起他一袭白衣飘动 灰色的兔子 倪人一般的陆永田 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衬托出他一种超脱世俗的神圣之光 等到温亭站走到他们身边 将二者都扔在地上 秦敦等人才回过神 小六这是 萧氏锐看着在泥地里 滚了一圈的陆永田 掉入了泥沼地 温亭站皱着眉从未卓的手里 接过手帕 然后用水快速地洗干净手 将手擦干 确定身上没有一点淤泥 才舒展了眉头 你把它从泥沼地里就出来了 萧氏锐和秦敦都是惊恶不已 泥沼地也就是沼泽地 古人也会称之为吃人地 基本陷入进去就没有活命的可能 温亭站拒绝回答这个白痴的问题 人不就在这里 不是就出来了 难道还把他给扔在里面 将三只野兔子扔给秦敦 还有萧氏锐 去处理干净 晚上就吃这个 这一折腾陆永田也饿了 接过碗就坐着开吃 也没有问兔子去哪儿了 等到他吃完之后 才对温亭站抱拳道 温公子的救命之恩 我小六记下了 日后一定会回报温公子 以往是我眼拙 日后谁要是敢在我面前 言温公子半句不适 我小六一定跟他拼命 温亭站淡淡地应了一声 表示他知道了 要换作往常 陆永田早就觉得 温亭站在藐视他 可现在不一样了 不是因为救命之恩 而是因为陆永田 亲眼看到了温亭站的身手 他是被温亭站给折服 陆永田是个天生的武夫 他就佩服本事比他大的人 没有本事就算是肖世锐 也不能让他真正的低头 小说 你给他的铜钱掉泥地里了 温亭站转过头 对夜摇光道 夜摇光又从怀里掏了一个出来 递给陆永田 你最好挂在脖子上 这是最后一个了 原本就只准备了他和文游的 既然文游不跟他们一道 那就再给一个 其实温亭站难得开口 向夜摇光要什么 足见温亭站 是将陆永田看进眼里了 天色不早了 夜摇光才吩咐魏卓 取出他准备好的睡袋 问题又来了 夜摇光可没有准备多余的 就五个 然而他们都有 总不能撇下陆永田一个人吧 而且现在是深秋 深秋路重 真的这样睡着 肯定会染上风寒 夜摇光倒是不需要 但是这么多人面前 他并不想表现得太过于特殊 陆永田看到这样尴尬的局面忙到 我皮糙肉后 我带了一条毯子 这点风还不放在眼里 你用这个 温亭站二话不说 将自己的递给陆永田 那不行 我不能收 陆永田话还没有说完 温亭站就直接扔给了他 无妨 我和小树一到就行 噗 原本还以为温亭站是舍己为人 此刻才知道这小子 是想趁机吃豆腐 肖世锐不由闷笑 然后侧手看向陆永田 你就不用推辞 允和和小树啊 他两比较瘦 共用一个完全没有问题 听了肖世锐的话 陆永田才看了看温亭站和夜摇光的身板 觉得好像是这样 于是伸手挠了挠后脑勺 那就委屈二位了 夜摇光将火堆弄好之后回来 就看到已经躺在睡袋里面 等着他的温亭站 不由瞪大了眼睛 你什么意思 可 温亭站依然挂着优雅的笑容 我不会挤着你 夜摇光看着一脸尴尬的陆永田 合着温亭站让他去熄火堆 说这件事他解决 就是这样解决的 为了不让陆永田更加的不自在 夜摇光什么都没有说 脱了外袍 就钻入了温亭站腾出来的半边睡袋 睡袋自然不是拉链式的 夜摇光改成盘扣式 即便他做得足够大 但是将圆边的盘扣一扣上 他们两个人也是有那么一点拥挤 几乎身体贴上了身体 夜摇光微微一侧头 就对上了温亭站漆黑内眼的眼眸 那么深 如同他身后的夜空 随着繁星点点 愣了愣神夜 摇光果断的微微移动身体背对着他 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突然有一种心跳加快的感觉 明明秋寒的夜 明明冷热不清的身体 可他觉得心口有一股热气 即便是闭上眼睛 他也能够嗅到身后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清烈冷香 这股香有点像清风 令人很舒适 渐渐的 他就在这股清香之下 睡着了 等听到了耳畔之人均匀的呼吸声 温亭站才轻轻的伸开手 将他小心翼翼的拦在怀里 头微微的靠近 鼻息触及他的发香 然后闭上了眼睛 长翘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下了阴影 清浅而又安详 所以 第二天早上夜摇光是在一人怀里清醒过来 这是他活了两辈子 第一次在一个人的怀里苏醒 身体微微的有些僵硬 但很快他就放松了 然后从被窝里面爬了出来 这样的动作 自然也把温亭站给惊醒了 也跟着爬起身 夜摇光快速地将外袍穿好 将头发梳一遍 天还蒙蒙亮 其他人都还睡得很香 夜摇光寻了一个山岩最高处盘膝而做修炼 温亭站开始练武 因为要给夜摇光烧水 所以温亭站就重新练了一遍昨日的招式 并没有开启新的篇章 然而 这一次夜摇光却没有以往快 他刚刚把五行之气引动出来 就发觉四周的五行之气格外的浓郁 一根根丝线导入身体里 在他的丹田犹如毛线一般裹了起来 一层层裹得分外的岩石 他觉得他的丹田竟然在一寸寸的变大 容纳了吴静勇进来的五行之气 这种感觉夜摇光也曾经有过 那是要突破蛛基期凝聚惊丹了 夜摇光心里激动得无以复加 连忙收敛心神 开始凝聚丹田流川的五行之气 等到丹田内的五行之气 凝聚成为一个婴儿拳头大小的光团之后 夜摇光的丹田默然一阵猛缩 整个丹田将光团薄薄地包裹住 一下子整个身体的力量开始倒流 全部流入了丹田 夜摇光觉得四肢都软绵得好似没有了筋骨 完全没有力量支撑着自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已经高照 所有人都已经起来并且收拾好 温婷战也已经和魏卓去寻了早餐回来 却见着夜摇光在远远的山岩之上 竟然一动不动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阳光 曼过他身后的山洒在了他的身上 他们仿佛觉得他的周身 有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 允和 小叔这是怎么了 肖世瑞有些担心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夜摇光这样的情况 没事 温婷战目光也紧锁着夜摇光 肖世瑞等人就识趣的没有问 大家也没有心思吃早餐 都目光一错不错的看着夜摇光 而夜摇光此刻真是疼得浑身衣衫 都被汉字浸透了 但他依然咬牙坚持着 直到最后一波五行之力撞入他的骨头 疼得他险些大脑晕炫昏了过去 好在他及时咬住舌尖 保持了灵台的清醒 顾不得那一股钻心的疼 他赶紧解开封锁的穴道 然后运行五行之力游走着全身 一波一波的游走 直到最后身体的疼痛全部消失 夜摇光才猛然睁开了眼睛 虽然没有排毒 但是夜摇光衣衫都被他 因为隐忍疼痛的汗水尽湿 贴在身上浑身不舒服 他纵身一跃飞落到众人的面前 时辰不早了 你们先吃东西 我去洗漱一番再来 说着夜摇光就一个纵身消失不见 温庭站转身就端着一大盆温热的水 拿着他的毛巾 将装着他衣服的包裹 搭在肩上就快速地去追他 摇摇 温庭站喊了他一声 帕子还有衣服的包裹都放在地上 出门在外部方面 你先简单擦拭一遍 夜摇光转过身看着温庭站 这家伙怎么会无声无息地就追上来了 他竟然没有感应到 说完 温庭站就走了 夜摇光看着满满一盆 竟然一点似乎都没有溅落的温水 赶紧端过来 寻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将身上的汉字都擦干净 换了干净的衣服 才转身走了回去 回去的时候 温庭站和其他几人都吃完了早餐 不过温庭站特意给他留了一份 也许是知道 他刚刚修炼会非常的 给他留了一大堆 夜摇光分了一小部分出来 养儿子 然后在众人目瞪口呆之下 将他们加起来 都没有吃到的数量全部吃光了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东西 妖精倒是没有 但是凶猛的野兽 例如虎群都被他们给遇到了 老虎不是群居动物 这也是夜摇光 除了在前世动物园之外 第一次在野外 看到这么多老虎 粗略估摸着有二十几只 其中大半是成年老虎 看起来分外的凶猛 夜摇光并不想大肆屠杀这些动物 所以直接释放了五行之力 他现在金丹七的修为何等威慑 顿时就让虎群们毛发一炸 大家都以为虎群 要展开攻击的时候 却见老虎们掉头的狂奔跑 那速度简直吓人 这 这 我没有眼花吧 陆永田觉得这世界是不是颠覆了 这是虎群啊 他都做了最坏的打算了 画风一下子就变了 我早说了 有允和和小书在 敌一个御林军 肖世锐挑眉嘚瑟道 那模样方法都是他的功劳一般 接下的一路都非常的顺畅 他们到了黄昏的时候 才翻过了那座山 来到了白云猴形容的那一批 马长期活动的地带 这个地方倒像一个天然的野生牧场 广阔湛蓝的天空 飘着朵朵白云 一望无际的平原 长着青青浅草 玉带环腰般的河流 泛着灿灿金光 牛群羊群 马群混合着 让人会误以为 进入了西北大平原 没想到在这里 也能够看到草原风光 肖世锐不由轻叹一声 他的神情有些向往 若是生在薰贵之家 他或许更想做一个 马他天下的将军 所以塞外 一直是他想要挥兵直下的地方 是不是那匹马 突然间陆永田的声音爆发出来 众人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果然与天空平行的草原上 有一匹雪白的马 在欢快地奔腾 他在马群之中 绝对不是最壮实的 但绝对是最好看的 他通体雪白 没有一点杂毛 只有马蹄是黑色 奔跑起来速度 远远超过其他马屁 身子还有一股子优雅 相当的鹤立鸡群 应该是 肖世锐点了点头 而叶瑶光却直接能够看到 他身上有着一层 浅白色的灵气在波动 果然是灵雾 他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一匹白马 就是他 这匹马 不好驯服 温婷战漆黑的眼眸 落在那一匹白马上 我先去试试 陆永田已经迫不及待了 说着就冲了过去 倒不是怕被别人抢先 而是对于喜爱马的人来说 能够碰到一匹绝世好马 实在是心痒痒 温婷战和肖世锐两个人 也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就站在高处看着 陆永田一路冲到马群的中央 那白马似乎知道 他是冲着自己来 都没有怎能跑 还是轻轻地踏着他的蹄子 直到陆永田翻身到他的背上 他两只前蹄翻越而上 整个身子仿佛如同人一般 树立了起来 只与两只后蹄站在地面上 饶饰陆永田的马术精湛 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脖子 也被掀了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面上 这马 我不尝试了 过后 肖世锐直接表示 他的功夫的确要比陆永田好些 但是他的马术 还没有陆永田好 这太危险 我只是来凑热闹的 秦敦从来没有想过来寻马 只是同学设的都来了 而且他家又远在太远 所以他才跟着来 温婷站缓缓地走出两步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 那一匹似乎洋洋得意着的白马身上 我去试试 他一袭月白色的长袍 缓步而下 往低处的马裙而去 夕阳的余晖洒在他的身上 缓步走动 见被风扬起的广秀 似乎抖落了金光 没有如同陆永田那么急不可耐 他犹如信不闲停 直接走到了马裙中央 围绕着白马的马裙都自动地让开 白马看着温婷站眼中 有着深深的防备 与白马月末有三不距离 他漆黑那人的眼眸 散发着一种 闭逆苍生的深沉之光 锁住了白马的眼睛 那匹白马越来越不安 越来越烦躁 可偏偏他错不开眼睛 最后 他终于忍不住心中的惶恐 长思了一声 身子一偏就朝着后方奔腾而去 速度非常的快 萧氏瑞等人的目光 都显现有点跟不上 温婷站足间一点 他双臂一展开 半空之中几个虚踏 就直直地落在了白马的马背上 白马促然一刹住脚 身子猛然一个急转弯 想要借此将温婷站给甩下去 温婷站的身体 的确因为惯性 得缘故往旁边一翻 就在萧氏瑞等人 紧张的心肝都颤抖之时 温婷站却翻手 扣住了白马的背部 身子贴在他的腹部 由着他狂奔地想要甩掉他 似乎发现了身上的人甩不掉 白马几个急转弯之后 就朝着前方的峡谷奔去 实直地奔过去 庞佛想要一头撞在峡谷之上 却在最后一个 又是一个急杀 将拖住温婷站的那半边身子 狠狠地擦向岩壁 允和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让萧氏瑞和陆永田都高喊出声 千钧一发之计 除了夜遥光 所有人都闭上了眼睛 不敢去看那惊魂一刻 却完全没有听到撞击的声音 而是马的长思 原来是温婷站在白马 转过去的一瞬间 身子一划从他的肚子 划到了另外一边 转一个翻身 骑在他的身上 双手抱着他的脖子 整个人都爬伏在他的身上 任由他如何摇头晃茂 如何翻越狂奔 如何急杀甩身 都无法将温婷站 从他的身上给弄下来 但是作为灵物 他没有那么容易屈服 放弃自由自在的草原大山 去为人类所驱使 所以他不要命的狂奔者 就是想要将温婷站给晃晕 或者颠簸散了骨架 允和的马术可真是好 萧氏瑞不由惊叹 旋即又可惜 刚刚闭上了眼睛 没有看到温婷站 是怎么从马肚子滑锅 不被马蹄踢到 天快黑了 快准备扎营吧 叶瑶光看着远方 这匹马儿 只不过在做最后的挣扎而已 被温婷站驯服是迟早的事情 便对众人道 大家快准备东西 开火做晚膳 那一匹白马 从日落跑到了天黑 叶瑶光等人 晚膳都吃完了 他还在拼命地跑 而温婷站很悠闲地 在他的马背上 时不时给他制造点 困扰消耗他的体力 大家也不觉得夜晚无聊 就这么看着盯着 大约害时钟的时候 来来回回狂奔了 三个时辰的马儿 终于放慢了速度 温婷站就趁着这个时间 在马背上直起身 然后运足功力的拳头 砸在了马儿的脑袋上 马儿立刻一阵头昏眼花 然后晃了晃就倒了下去 温婷站在他倒下去之前 就一个翻身飞鱼而起 飘然落在了地上 然后他蹲在了马儿的面前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眼睛 学乖了吗 那马儿也不知道 是不是听懂了他的话 伸出舌头 舔了舔他的手 温婷站将他给推了起来 看着他捏捏的样子 直接往前走 跟上 站跟 给马儿取给名字吧 夜遥光说道 温婷站才收回目光 看着跪着四只 爬扶在旁边的白马 绝齿 四人一行人 在回家的途中 偶遇了些小妖怪 石头怪 石头怪再怎么厉害 但是他们敌不过 已经金丹七的大佬 回到学院第二日 肖世锐 却跟着他们进了他们的书房 见此温婷站不由问道 有何事 灌云节周府 我特意派了我的人盯着 肖世锐咒眉道 那都是我父亲留下的暗卫 伸手都是数一数二 可我从龙虎山回来 就联系不到人了 被发现了 这是夜遥光的第一反应 第二反应就是 估摸着已经不在人世 这些暗卫 除了你可还有人识的 温婷站您没问道 没有 这是我父王私下培养 都是死中父王 皇爷爷和我外公都不知 肖世锐对此非常的有信心 这些暗卫身上 可有什么标志 温婷站又问 有 他们的右肩上 都有半边雄鹰羽翼 肖世锐点头 先让瑶瑶为你起上一挂 确定这人的生死 温婷站眼睛眯了眯 这样才能够方便他们行动 瑶光也不耽搁 他快速的起挂 乃是周易六十四挂中的 第三十三挂顿挂 挂象一出来 夜瑶光就对着二人摇了摇头 这是顿挂 今日是丁四日 顿挂丁丁两日起挂 乃是勾成池式 且是动摇 主灾 此挂扶神为假一幕 处于羞困无弃 那人只怕已经凶多吉少 听了这话 肖世锐是心疼的 这些人从小就保护着他 没有他们的话 他根本活不到今日 父亲给他留下九十九人 如今只剩下七十五人 他活了十四年 就折了十四个人 见肖世锐目入伤感之色 温婷站也知道他心中的想法 于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以示安慰 当务之急 是要混淆他们的视线 绝不能让他们查到你的头上 这要是被查到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 将这件事上报给金上 就足以让金上 对肖世锐生了防备疏离之心 我与父王留给我的幕僚商议过 他们的意思是霍影江东 肖世锐点头道 霍影江东 温婷站问道 你们选了谁 这几日永福侯 已经将冠云街周府查了一遍 应当是三叔的宅子 肖世锐目光平淡 亲叔叔要他的命 他却没有一点痛惜 或者愤怒之色 这意味一种对亲情的凉薄 一种被亲情残害的麻木 皇家 从来无真情 所有的真情都是需要以生命为代价 短暂的维系 漠然间夜遥光 想到他在豫章郡遇到了三王妃 永安王的外家不会姓周吧 我三叔哪里有这么明目张胆 肖世锐不由摇头笑道 我三神可是一代才女 他的师父乃是何中府 曾经文明一时的周大家 十四年前周家犯了事 那是我三神 才刚刚嫁入永安王府不久 据说我三叔为了给周家求情 可没有少折腾 把皇爷爷气得够呛 后来饶了周家性命 但是也家产充公 周家从此落败搬离了何中府 却没有想到搬到了这里来 你三叔不亏啊 一见三雕呢 夜遥光听了不由孝道 费力不惜得罪你皇爷爷 也要救周家 一则让外人知晓他情深义重 敬重发七 二则收拢了周家人的心 让他们为之肝脑涂地 三则将周家人化名为安 你看这不就用上了 险些要了你的小命 这是我三叔惯会用的伎俩 肖世锐无所谓的笑了笑 又接着回答温婷战的问题 而给我师巫术的 乃是我四皇叔广安王 当初在我回公路上 派人截杀我之人 是七皇叔平安王的外家人 既然 我们已经决定将施展巫术之事 栽赃给三皇叔 暗卫这件事 我想引到七皇叔的外家人身上 先让三皇叔和七皇叔乱起来 以便我们到时候栽赃周府的时候 更加顺利 如此三皇叔更加防不胜防 这是你的想法 还是你幕僚的想法 温婷战又问 我与他们是一样的想法 肖世锐回答 温婷战轻轻一笑 是燕 你被截杀之时 身在何处 江陵府 江陵府和人势力最大 是八皇叔 肖世锐猛然反应过来 你是说八皇叔也参与了截杀我 参没参与不能定论 温婷战弹声道 宁安王若不是个没有脑子的人 就不可能别人在他的地盘上 动了你他却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 对啊 要在宁安王的地盘上 动肖世锐 若是宁安王事先一点也不知情 那么宁安王也太蠢了 可偏偏宁安王不是一个蠢的 他反而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任由人家栽赃嫁祸给他 但这样做自然有万全的把握 可以把自己摘出来 宁安王若是掌握了平安王截杀你的证据 你觉得局面将会如何 温婷战淡淡地说道 肖世锐的心口莫名一阵 如果宁安王掌握了平安王截杀他的罪证 那么平安王在江陵府将他给杀了 宁安王等到平安王先发那污蔑 在地上证据 不但他变成了苦主 还可以同时铲除平安王 陛下若是在他没有上交证据之前发落了他 有多狠事后就会有多愧疚 他已经去了 陛下这么多年习惯 用在他身上的宠爱就无法宣泄 而宁安王很可能 借此取代他成为陛下偏宠的那个人 你几个叔叔 可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叶瑶光这会儿也想明白了 简直要竖起大拇指 当今养的儿子 这是各个身谋远虑 城府高深 八皇叔他为何 为何现在没有将掌握的证据递上去 温婷战看向肖世锐的目光 有些苛责 从明日起 你每日与我对一一个时辰 是 萧世锐乖乖地应下 你没事 他现在递上证据 陛下不会杀了平安王 最多是发落 毕竟平安王乃是陛下的亲子 如此平安王就必然与他反目成仇 日后处处针对于他 而且你没事 陛下并没有气昏了头 这个时候 他呈上证据 除了让陛下认为他不有爱手足以外 还能够捞到什么好处 温婷战第一次这样细致地 给萧世锐分析 与其如此得不偿失 不如将证据送给平安王 让平安王欠下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就是他们俩立场不对 在永安王 广安王 还有福安王上在的时候 他们俩也可以暂时连成一线 四 叶瑶光听了都不由地深吸一口气 他一向自问自己 只是个不愿意动脑筋的聪明人 但是他觉得 他就算动了脑筋 也未必猜出这么深远的用意 萧世锐这几个叔叔 目前就福安王 好像没有什么举动 不过能够在前面 五只阴狠狡诈的哥哥手下活到现在 肯定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温婷战选择了萧世锐 这时拥有了六个强劲的敌手 受教了 是我想的不够深远 萧世锐这一点好 就算是龙子奉孙 可他不是那么折不下脸面的人 错了他就会认错 然后虚心求教 那么此事 按照你所言 我们要嫁祸谁 宁安王 温婷战唇角微微一样 那一双漆黑幽深的眼眸 满是算计 把周府的视线 引到宁安王身上 这趟水搅得越浑越好 让一只韬光养晦的宁安王暴露出来 永安王自然会让宁安王忙活一阵 好 我这就去吩咐他们 萧世锐点了点头就走了 等到萧世锐走了 温婷战才看着叶瑶光 瑶瑶 你可有把握潜入周府 不惊动任何人只怕有些难 我得先去看清楚 到底布置的是什么阵法 叶瑶光沉吟了片刻吼道 不 一定要惊动他们 温婷战隐含深意的笑了 既然我们是意料之外的存在 那就把谁搅得越浑越好 那就简单了呀 谢震 叶瑶光当即就心痒痒了 恨不得立刻趁着夜色去闯周府 这是一种久逢敌手的激动 可惜他现在身子不变 硬生生的被温婷战给按下来 大约五日的时间 叶瑶光送走了他的大姨妈 终于满血复活了 然后当天夜里 他就逮着温婷战兴奋的问道 我们今晚就去周府对不对 嗯 温婷战点头 周府距离叶府并不远 而且叶府有一栋四层观景楼 可以看到周府的大致轮廓 叶瑶光取出罗盘 看了约莫一个时辰 温婷战不免有点担心 问道 瑶瑶怎么了 叶瑶光道 战哥 周府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我昨日看你给我的地图 就发觉这宅子 布了五天八神大阵 但现在看来 这阵法还混合了十二室 虽然阵法不如我们家 但也足以称得上固若金汤 我们要如何破解 聪明如同温婷战 也只能听懂一个模糊的概念 所以他直接问叶瑶光的破解之法 那要看你想去哪里了 叶瑶光说着 就将手指指着正中间的位置 此处虽然标注的不是周府的主愿 但却是八神相护的位置 费了这么大的心思 布下这么大一个阵法 这里定然有着非一般的不可告人之命 要潜入进去 我有办法 不惊动他们 只要我们不破阵 当然 要破坏了他这个大阵 我也有九成的把握全身而退 任何事都有那么人 无法预计的一点意外 所以叶瑶光没有把话说满 温庭湛敏纯沉思 他原本没有想到周府竟然是这样的局面 原本是只想要让周府的人惊慌 将目光更快地引入宁安王那里去 却没有想到周府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一旦这一次打草惊蛇 周府定然会防备更甚 说不定就转移了目的地 窥探这个秘密的机会 可能只有这一次 想了一会儿 温庭湛目光变得坚定 不用进入他们的腹底 风险是他无法预料的 所以他选择放弃 因为他自信 任何事情总会露出马脚 就算周府这个属于 永安王的大秘密 一时间他放弃了窥探 总有一天 他会用其他办法将其给撬开 犯不着让叶瑶光去冒这个险 好吧 其实叶瑶光还有点失望 他好奇心还有点重 想知道这样一个大阵法 保护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但是温庭湛这样说了 他自然也就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那我们再等片刻 待害时再进去 到时即位在正北 我们可顺路靠近周府中心 因为时辰还早 两人在外面等了许久 叶瑶光催动紫灵珠 将隐藏在飞屋子里的暗卫 给一个个找出来之后 两人才按照昨夜画出来的路线 潜入了周府 因为早就已经画了出 避开阵法的路线 又寻找出来了暗卫的藏匿地点 他们只需要小心地 避开巡逻的护院 就没有任何暴露的可能 所以叶瑶光和温庭湛去得很快 很快他们就潜入了上院 已经是害时深夜了 上院主卧房 还有昏暗的烛光 不知道是不是宁安王 喜欢睡觉留一盏灯 还是什么缘故 温庭湛和叶瑶光等了一会儿 才看到有轻微的影子晃动 虽然一会儿过 但是两人肯定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就证明 宁安王房间还有人 叶瑶光对温庭湛使了一个眼色 让他掩护他靠近 因为他可以隐藏所有的气息 然后当夜瑶光蹲在了墙角 还没细听屋内的声音 他袖中的天灵就一阵震动 卧槽 宁安王竟然养着一个鬼 很快一抹黑影 就从屋子里飘了出来 犹如鬼怪 但夜瑶光确定那是一个人 只能说这个人的身手太好 夜瑶光听着没有什么动静了 正准备离开之时 就见又有两人 抬着一个昏迷的婢女 进了屋子 很快浓郁的血腥之气 就从屋子里传来出来 然后两个人快速地 抬了一具白骨出去 卧槽 用厨子掀血养鬼 这位宁安王到底造了多少罪孽 你到底何时才肯放过本王 宁安王的声音冷漠地响起 节节节节 我也帮了王爷不少忙 王爷不会想要过河拆桥吧 可夜瑶光却能够清楚地听到 这森冷的鬼魅之声 本王从未求滚 是你一直阴魂不散 宁安王的语气之中 掩饰不住的厌恶之情 带到我吸垢365个 不同时日出生的厨子鲜血 我自然会离开王爷 那鬼魅道 滚 离本王远一些 宁安王怒喝 很快房间趋于平静 夜瑶光才翘无声息地离开 和温庭站会合 他在温庭站的耳边 低声说了所有的事情 使得温庭站大惊 原本的计划也改变了 两人快速地离开了周府 回到了书院温庭站才问道 不是说皇家子弟自有容器相护 为何宁安王会被一只鬼给缠住 两人都无心睡意 很快午更天 他们的房门被敲响 温庭站打开房门 就看到肖世瑞站在门口 见他眼圈发黑 一夜未睡 我担心你们 知道今晚温庭站和夜瑶光 要夜叹周府 所以他一直等着他们回来 方才不过是一时想事情走神 等他回过神 温庭站和夜瑶光房间的烛光 已经亮了 所以他就过来了 被温庭站迎进屋子之后 他目光坚定地看着温庭站 允和 你说得对 成大事者不可负人之人 我不能坐以待毙 但求问心无愧即可 你的决定我没有意义 你是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的计划得改变 夜瑶光开口 将宁安王的事情 告诉了肖世瑞 如果你们依然要按照计划 对付宁安王 那么只能在白日里 否则你们派再多的杀手 都不够那只鬼对付 我想起了我母妃 对我说的一桩就是 肖世瑞的脸色非常的不好 母妃当时被家中姐姐陷害 一个人在皇宫迷了路 后来误打误撞的 就进了婉妃娘娘的寝宫 我母妃不小心偷听到 婉妃和其母的谈话 原来太医说 婉妃娘娘怀的十有八九 是双生子 而且母妃曾说八皇叔 从小喜欢自说自话 直到六岁时大病一场 被婉妃娘娘关了三个月才好起来 但是从那之后 她就变得格外阴沉 而且艳日光 因为诉讼先帝的事情 双生子是皇家的大忌 但从未伤及妃子性命 至多是打入冷宫而已 婉妃不会不知道这件事 可她怕失宠 所以她杀了亲生的儿子 肖世瑞说着自己都觉得甚得慌 但她心里是对这个八皇叔 更多的怜悯 因为严格来说 这位八皇叔到现在 还没有真正的对她出过手 不过是冷眼旁观罢了 所以她想着一个人 从小跟着一只鬼长大 懵懂无知的时候 只当做是一个玩伴 当明白 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种恐慌和绝望 恐怕没有亲身体验的人 绝对不懂 反正她是想象不到 原来癥结在这里 叶瑶光不由叹一声 不知道婉妃娘娘知道 她的一个死了的儿子 一直跟着活着的儿子 会是什么心情 和一只鬼一起长大 你八皇叔也是个心智坚定 超过常人的 否则早就疯了 叶瑶光对宁安王 也是很佩服和怜悯 八皇叔其实很可怜 既然此法不通 我们换个吧 肖世瑞探道 温亭湛目光柔和地 划过叶瑶光 看向肖世瑞问道 他如今出现在了 永安王的宅邸中 世瑞怎么想 肖世瑞想了想才道 应当是我们的栽赃起了作用 三皇叔对八皇叔出手了 八皇叔此来 就是为了以正清白 同时想要亲自查出 暗卫是谁的人 还有呢 温亭湛接着又问 沉思了好一会儿 肖世瑞摇了摇头 温亭湛便道 宁安王已经怀疑你了 他来是想要亲自证明 你可不是一只任人宰割小绵羊 而是一个不慎就会咬 他们这些做叔叔一口的狼崽子 肖世瑞敏唇 我一向隐忍退让 诸多事情 也极力让皇爷也为我做主 母妃总是叮嘱 宁可让他们觉着我怯弱 觉着我不堪大任 也不可强出头 就因为我身在此处 他便怀疑上我 自然不是因为你才怀疑上你 温亭湛倾笑道 先太子虽则身子孱弱 却智谋无双 异地而处 若是他们命不久矣 孩子却嗷嗷带谱 又身在这样步步杀鸡的地方 他们会怎么做 温亭湛打了一个比方 他们自然会给自己的孩子 留下一张底牌 宁安王这是来探你的底牌来了 肖世瑞这才明白了 八皇子宁安王的来意 便问道 那我们该如何应付 并不是他现在心里没有计划 而是他觉得他的手段 对付一般的人 应该万无一失 但要比和老恋的叔叔们相比 却差得太远 温亭湛双眸微微一眯 而后温和地看着夜瑶光说道 当日八王爷默许七王爷 在江陵府刺杀世瑞 我们何不效仿一下 世瑞没事陛下 都能够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只要让八王爷吃点教训 暴露行踪就好 除了三皇叔以外 只有四皇叔的人 在豫章郡最多 肖世瑞皱了皱眉 但若是将四皇叔牵扯进来 只怕 你怕什么 温亭湛反问 怕皇爷爷心寒 肖世瑞轻声道 对于皇祖父 他是从心里来敬重 更多的时候 没有当成一个皇上 而是当作祖父一样亲密 信任和依赖 若是这件事情 把三个叔叔都暴露出来 只怕皇爷爷会痛心疾首 他们所谓 可是我们无端栽赃嫁祸 温亭湛的面色有些冷然 他们对你赶尽杀绝之时 可有顾及过圣上的心 肖世瑞脸眉不语 显然他很坚持 世瑞 若你如此作响 那么从今以后 你对他们可不再设防 因为你总有一日 会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你可以不对陛下不敬 可以不对陛下不成心相待 若你在对付要你命的敌人之时 尚且还要顾及陛下的心 那你终究难成大事 温亭湛说完就送客 我给你一夜的时间考虑 明日你给我答复 肖世瑞走后 温亭湛看着夜遥光一脸的困扰 便说道 天快亮了先睡吧 无需困扰 总会有解决之法 我们不急于一时一 怎么不急于一时 夜遥光好看的戴霉都打了结 你现在和世瑞绑在一起 你没有听说 那位宁安王 已经在扎世瑞身边的人 下人都不放过 他都说了可能是他意想不到的人 指不定他会查到你的头上 到时候 他带着他那个鬼兄弟对付 你可如何是好 我总得早点想到应对之策才行 温亭湛青笑 伸手捏了捏他的脸 你放心 我不会给他那个机会查到我 更不会让你在他眼里暴露 我是担心我自己吗 夜遥光一把拍掉他的手 我还不是担心你 就算他查出我来 我已经凝聚金丹 除非他请了修为更高的人 可这人若是与我无冤无仇 又寻不到我为非作歹的证据 他下战术我大不了不接便是 他还敢来杀我 那是自责修为 修炼者的修为多宝贵 你快去休息吧 你给我说说 你要怎么对付他 夜遥光连忙坐正身体 你不说出来 我哪里能够安心 当然还是按照原计划行事 温亭湛一把将他拽起来 拉着他就进了请房 将他按在自己的床榻上 蹲下身亲自给他脱了鞋袜 喂喂喂 你干嘛呢 我自己来 夜遥光连忙将双脚缩到床榻之上 双臂环膝瞪着他 你说什么原计划行事 你还要派人去刺杀宁安王 我刚听了你和世锐的话 我大概能够掌握宁安王的心思 这么多年来宁安王未必没有厌倦之心 若是在一个可以要了他命的情况下 我想他更想结束生命 我会带人白日去刺杀他 温亭湛从来不隐瞒夜遥光 任何他的心思和计划 你不是说杀了皇子姿势体大吗 而且你杀了他 他那鬼兄弟还能够放过你啊 夜遥光一把抓住温亭湛的手 然后把另一只手贴在温亭湛的额头 没有发烧啊 怎么变糊涂了 温亭湛哭笑不得 我哪里是要杀了他 我只是按照原定计划行事 你担心的无外乎是宁安王的兄弟上了他的身 我们敌不过罢了 我就是告诉你宁安王不会让他的兄弟上身 所以在白日你刺杀宁安王这件事 你无需担忧 我只是想让宁安王中伤 原本我打算让他 偷偷来遇张军的事情 逼得暴露给陛下 但既然你和世锐都可怜他 那也不必把他逼到这一步 就让他和他的鬼兄弟 好好地把心思花在 暗杀他们的人身上 没有心思来调查我们便是 你确定他会有求死之心 不让他那鬼兄弟上身 夜遥光还是担心 温婷战一把将夜遥光按在床榻上 俯身在他身上 你要担心我 到时候跟我一块便是 有你在 就算他那鬼兄弟上了身又何妨 是啊 夜遥光脑子终于清醒了 然后看着玄在上空一大张放大的脸 不由痛心疾首 都是美色祸人 我光顾着想着你这个美人了 似图了一抹艳色的唇瓣微微地展开 他漆黑内脸幽深的双眸 定定地望着他 声音带着一点蛊惑 然后扶下身在他的唇瓣上 蜻蜓点水一吻 这是不是色令致昏 所以我聪明的娘子 你快快美美睡上一觉 清醒清醒脑子 说着温婷站给夜遥光盖好了被子 就起身走了 夜遥光还愣然着 思绪停留在方才唇瓣上的柔软触感 他这是被夺走了初吻了吗 当日在龙咸叶那里根本不算吻 那是救命 所以这才是他的初吻 他的初吻就这样没了 而且一点都不缠绵美好 他的嘴唇也就是凉凉的软软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甜蜜蜜的滋味 和我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混蛋 睡觉 二夜遥光低咒了一声 然后闭上眼睛 气呼呼的睡着了 第二日 刚刚吃完饭 我陪你去消消食 温婷站伸手拉着夜遥光的小手 夜遥光一下子就把手抽回来 不要我自己去 说着就站起身 往外面走 也不在院子里散步了 温婷站也不恼 也没有觉得丢面子 扫了一眼 不断往他们这边伸脖子的 消失为二人 才不乏优雅的跟了出去 也不上前 也不说话 就保持着一个距离 慢慢的跟着 夜遥光就更加的恼火了 这是吗意思 占了他便宜 都不用理亏道歉的吗 忍无可忍的他 停下脚步转过身 你不用跟我道歉吗 道歉 为何 你 夜遥光大怒 急不上前 你偷亲我 第一我没有偷亲 第二我难得不能亲你吗 温婷站反问 夜遥光顿时语色 气不打一处来就怒吼道 你亲就亲吧 亲的还那么不好 温婷站就一把拦住他的腰肢 漆黑的眼眸 带着一点灼热盯着他 所以 遥遥生气 是因我亲的不好 那我再补偿你一次 说着 唇绊就硬了上去 那是一个单纯又干净的吻 他温热而又柔软的唇 轻轻地触碰着他 没有辗转 没有撕咬 没有更深入的动作 只是那么轻那么柔 带着一点 笨拙在他的唇绊上浅着 可依然让夜遥光的心 再也无法平静 史学课下课之后 夜遥光狠狠地瞪了温婷站眼 温婷站一脸无辜 对他回之以春风迷人一笑 夜遥光别开脸 嘀咕了一句 妖孽 一上午夜遥光 再没有看温婷站眼 等到上午下了学 夜遥光也先一步走了 不想见到他 以免对他露出嘚瑟的模样 即便是午膳夜遥光 独自在书院的饭堂里面吃 吩咐了魏卓和秦三等人给他们送 下午也是算着时间 等着温婷站等人 已经去上课了之后 他才打算回去学社 路过学社的时候 就见到许多学子 都往一个院子里跑 而且这个院子 恰好是陆永田和文游的院子 夜遥光不由拉住一位问道 这位童生发生了何事 你不知道啊 新院假屋有人行窃 被当场抓获 那人连忙说道 据说都惊动了山长 我们这是去看看热闹 书院虽然活动多 但是平日里的事情 未免让人枯燥 难得有件事情发生 自然要去围观 被夜遥光抓住的那位童生 被人喊走 他也闲得无聊 不如去看看 新院已经围满了人 夜遥光正在亡里挤 麻烦让一下 夜遥光很快就进入了屋子 进去了之后 才看到温庭站和肖世锐 还有陆永田竟然也在 肖世锐和陆永田去上课 被陆永田带来很正常 怎么温庭站也在这里 肖世锐也看到了 连忙上前把夜遥光拉过来 小叔也来了 我们站这边 夜遥光不禁问道 站哥世锐 这是怎么了 因为人太多温庭站 怕夜遥光挤到 便搂住他的肩膀劲儿说道 唯有的室友夜府岩 被人告状投了玉佩 另外一人 童缘也在这个宿舍 现在双方各执一子 但童缘还有个证人获柳席 夜府岩 你可认罪 河山长目光冷沉 学生没有做过 不认罪 夜府岩至始至终 不愿多说一句话 既然你不认罪 那便只能上报官府 何山长对着两个护院 使了眼色 先将夜府岩勘压起来 一切交给官府定夺 很快议论纷纷的学子 都被河山长给疏散 大家都各自回去 大多数人都在谴责夜府岩 只有少数几个人 相信夜府岩 无论如何夜府岩 都被河山长的人带走了 就连童缘也跟着一道 去将事情记录下来 按上手印 以方便移交官府 整个院子里 就剩下文游和陆永田 还有夜遥光 温庭站和肖世锐 见温庭站没风轻皱 肖世锐不由问 怎么了 温庭站摇了摇头 武士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夜遥光见温庭站 方才似乎在谎神 这是温庭站 很少出现的状况 所以夜遥光 也不管心里的别扭 上前询问 我和夜府岩正打算 去上医学课 他忘了拿先生交代的课业 我便随着他一到来 温庭站轻声解释 那也就是说 霍柳西两人说的都是真的 陆永田立刻上前问道 他和肖世锐已经走了 是听到风声 才从半路折回来 他始终不太相信 夜府岩是这样的人 温庭站点点头 进屋之后的事情 的确是没有出入 夜府岩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陆永田有些愤怒 我和文字每日 看他为了不妨碍童园 都点灯在院子里 勤勉读书 好几次还因为风大 而让他进了我们的书房 他和童园一向不对付 每次他从我们书房离开 书房的东西 都是动都没有动过 前日文游的善坠 掉在了院子外 那善坠 虽然没有童园祖传玉佩之前 但少则也是几百两银子 他若是贪财之人 将其拿走当了 我们谁都不知道 我也不信夜府岩是这样的人 萧世锐沉着说道 陆永田很是气恼说道 他可能只是藏得很好 世锐知人知面不知心呢 如今人证物证 都被山长带走 我们就算要调查 也无从着手 先看一看再演其他吧 温婷战淡淡说了两句 就伸手抓住夜摇光的手 我们先回去 当日深夜 童园死于学舍 所有人全部散去 各自回学舍 不得轻易外出 高护院每个学舍 派一个人看着所有学员 这个时候 披散着头发的河山长 披着一箭头棚 带着同样草草打理的 几位夫子赶来 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不由陈生命令 温婷战见此也打算回去 他才刚刚转身 起料河山长道 允和随老夫一道进去 他们回到院子里 都无心睡眠 全部等着温婷站回来 问一问到底什么事情 等到了天亮 等来了书院 今日休克一日的消息 并且所有学员 不得离开学舍 三餐都会由书院的护院给送来 直到当天吃午饭 护院才撤了 他们立刻去了陆永田的院子 院子里却一个人都没有 不过好在肖世瑞的身份特殊 很快就打听到了事情的原委 面色沉重的对夜摇光道 昨天夜里 童原被杀了是叶府岩 且闻游和陆永田亲眼目睹 怎么会 叶府岩不是被护院给看起来了吗 情敦今生问道 叶府岩俯修医学 他上课时 从先生教给他们辨认的药材之中 偷藏了不少 这要毅然就能将人迷运 叶府岩身上有火折子 将他关起来时没有搜身 他迷倒了护院 叶府岩的杀人动机在何处 叶妖光觉得太不合常理 就算叶府岩被冤枉偷盗 也不至于杀人啊 这不是蠢吗 偷盗最多被逐出书院 杀人可是要抵命 叶府岩也不像是冲动之人 我得到的消息 是因为童原那一番话 萧氏睿沉谋 原来叶府岩和童原 并非到了学院才相识 他们是同乡 都是苏州人 而且两家都是经营丝绸生意 只不过叶府岩的父亲 带着一大笔钱扬帆出海 传帆了不但血本无归 且负债累累 是他娘将家中产物 结束变卖 才堪堪还清债务 从此叶家家到终末 叶府岩有一个姐姐 和童原的哥哥 乃是有婚约之人 童原的哥哥 不停从家里退婚 童家就逼迫了叶家 最后叶府岩的姐姐 不堪受辱而自尽 童原的哥哥得知之后 也在家中吞金自杀 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还有 这样大的纠葛 只怕叶家和童家 都恨着对方 一个折了女儿 一个折了儿子 秦敦听了不由感叹 官府已经通知了 叶家和童家人 童家就这两个儿子 都折在了叶家手上 只怕不能善了 萧世锐不由摇头 当真是陆永田 和文游亲眼见到 叶府岩杀人了 叶瑶光觉得 就算有这样的纠葛 日日夜夜都忍过去了 没有必要这个时候 突然动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 温婷站才赶回来 世锐你既然夜关心此案 那便助我一臂之力吧 次日一早 突然去买早餐的 陆永田就跑了进来 快我们去府衙 允和去府衙 为叶府岩明渊去了 因为命案的缘故 今日接着休克 夫子们 还有山长都很关心 这件事的发展 尤其是温婷站 跑到府衙击鼓明渊之后 山长也亲自去了府衙 虽然学舍有护院看着 但萧世锐身份特殊 就光明正大的 带着他们几个去了府衙 而陆永田和文游是证人 直接是被传召了进去 叶瑶光因着萧世锐的关系 并没有在门口拥挤着 而是被带到了旁边 隔着一道竹帘子旁听 叶瑶光看到除了知府 高坐正堂以外 他的下手方还坐着一个 血病双毛 但是精神绝朔的老者 老者一身褐色绸衣 袖口也金边都用金丝 勾着复古的图案 墨浴沾碗发 腰间也坠着同色同纹的墨浴 身后站着两个人 一个管家 打扮看着思思文文约末 五十几岁 一个四十上下 浑身气息凶煞 是一个功夫绝顶之人 世锐 你可认的那人 叶瑶光厕手亲身问道 那是柳家老爷子 我以前在宫里见过几次 萧世锐回答 他是曾祖父时期的近世 虽然才能不出众 可却刚正不讹 报效朝廷四十年 从未有大错 黄祖父对他颇有些欣赏 柳家是豫章军的书香世家 这事发生在书院 天下文人都在看着 他来旁听也无可厚非 叶瑶光没有说话 而是目光转而落在 笔直站在中堂的温庭站身上 他犹如一柄即将出窍的宝剑 浑身锋芒内敛 不出则已 一出便惊艳天下 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坐在他右手边的 就是他母亲的祖父 他最大的敌人 不过叶瑶光想 以温庭站的聪慧 就算不知道 只怕也猜出来了 见着他微微垂手 长翘的睫毛 遮盖住那一双光滑内敛的眼眸 似在养神 浑身上下也没有任何 积月的气息在流动 叶瑶光的心烧鞍 很快知府便坐了上来 一系列的开场之后 知府沉申问道 堂下何人 白鹿书院学子温庭站 温庭站作一 他秀才功名在身 见官可不贵 你清晨击鼓 有何冤情 温庭站从秀中 掏出直卷双手地上 学生前来 是为前夜 因杀人最被羁押的 同窗叶府岩深渊 知府翻开 温庭站地上去的状词 一一看完之后和尚 本官看了你的数词 却有遗漏之处 既然你上堂 击鼓为叶府岩名冤 定然已经寻到 证明其清白 或者证明另有凶徒之人 本官许你呈上证据 大人 温庭站拱手 学生已经查到 郑兄是何人 也已经托人去将其缉拿 还望大人稍等片刻 在这段时间 请大人允许学生 还原整个案件 以证叶府岩之清白 可知府点头 温庭站这才到来 自明案发生后 学生便有诸多的疑惑之处 其一 叶府岩虽然上了药材课 但他如何预料到 自己昨日会被抓 因此提前准备好迷药 其二 昨日文有雨露永田 见到杀人现场 有灯光过门窗形成的剑影 而童元昨夜 早熄灯卸下了 心肝发生的房间 叶府岩已住了一个多月 他若要犯案 为何还要特意点灯 其三 叶府岩被捕时 虽身在童元房间 为何一直称 自己不知如何回学舍 事实上 递给护卫 大人 此乃叶府岩被勘押处 未烧完的迷药 也是我们药材 刻上所用的药 但此药气味浓 且药性弱 最多能让两位护院 昏迷半炷香时间 而从叶府岩被关押处 到童元的学舍 最快也要移住香 因此 这药材并非用来迷晕护院的 而是凶手 故意放到关押叶府岩的房间 用来栽赃的 温庭站总结 大人 由此可见 叶府岩不可能是凶手 用自己的药物迷晕后 再在叶府岩身前 点燃了药材 刻上所用的药材 之后凶手便带着叶府 沿进了童元房间 凶手对房间不熟悉 故而点了油灯 此时童元惊醒 凶手便动手杀人 之后叶府岩醒来 凶手用的是自己熟悉的药物 自然能控制迷晕的时间 凶手此时便将凶器 塞给了神志不清的叶府岩 在之后 凶手便藏入隔壁书房中 就连身上的血迹 也用童元的衣物更换或擦洗 案发后那件学舍人满为患 而衣柜前有书桌遮挡 凶手只需要混入人群 装成来看热闹的学生 便可堂而皇之地离开 人正在此 至于物证 温婷站转过身 看着学员中即将走的霍柳席 说道霍柳席你的血衣 都处理干净了吗 天哪 怎么会是她 不会吧 她和童元好的同进同出 太不可思议了 被护卫进来的人 叶瑶光并不陌生 正是当日和童元一起 指证叶府岩的霍柳席 一个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人 她此刻很狼狈 脸上还有伤 被魏卓给抓了进来 跪在了大堂之中 你若早日有今日之货达 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温婷站探声不禁说道 霍柳席身子一僵 她轻声哼笑 看来你知道的比我想的要多 该知道的 我都知道了 温婷站探了一声 这场凶杀案到此就结束了 霍柳席亲口交代了杀人动机 她的目标确实不是童元 而是叶府岩 霍柳席不是苏州人 但是她和叶府岩的纠葛 要从苏州说起 苏州有一名儒 两人都想拜其为师 两人都是伤骨之后 那位名儒不受伤人之后 但实在是爱惜叶府岩的人才 所以不收徒 但却待在身边偶尔指点 这事儿被霍柳席知道 心中就生了不平之心 出了衙门 叶瑶光一行人不禁问道 温婷站解释道 霍柳席母亲已经去世多年 父亲至今未续贤 可其父却在来苏州 近货之时 遇见了叶府岩的母亲 得知对方孤儿寡母 不计较她带着三个孩子 一心想以妻之礼 聘为济世 奈何叶府岩的母亲 认定好女 不是二夫 所以执意不愿改嫁 越是如此越 让霍柳席的父亲牵挂 霍柳席知晓后 更加恼怒无比 对叶府岩的恨意 就加深了一层 直至两人都考上了白鹿书院 霍柳席的父亲甚是高兴 不但亲自为儿子打点 还为叶府岩打点 两人什么都一样 叶府岩并不知道 她的学社费 乃是霍柳席的父亲所出 只当是母亲偏疼她 她来了学院 直接领了学社牌 又不好就这件事 去苛责母亲 拒绝母亲的好意 就想着已经交了一年 就算她不住也不能退 所以就住了下来 这件事哪里瞒得过霍柳席 霍柳席对叶府岩的恨意 就此积累到了一个顶点 真正让霍柳席起杀心的乃是 她听到风声 叶府岩的母亲 已经答应改嫁给她的父亲 叶府岩什么地方都压着她 还没有随着母亲改嫁 霍柳席的父亲 就如此优待她 若是叶府岩随着母亲 改嫁到他们霍家 哪里还有她的位置 尤其是他们俯视的成绩 她差了叶府岩一大截 她的父亲没有少在 她的面前念叨叶府岩如何如何 这让她有了极大的危机感 才会走上错路 谁都没有想到背后 有这样的故事 佩服佩服 肖世锐 秦敦 陆永田 还有文游等人听完 不由抱拳 看着四个人耍宝 温婷战不由唇角为养 然而她的笑容 还没有完全绽放 一个人出现在她的面前 顿时让她的脸色变得平淡 温公子 我家老太爷有请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公堂上 跟着刘老爷子身旁的管家 笑话 你们老太爷是谁 他请我们就得去 叶瑶光面色冰冷 肖世锐见此 就知道温婷战和叶瑶光 对刘家不友好 他是偏袒朋友没有底线的 正要挺身而出的时候 温婷战却似笑非笑道 既如此 我便去拜访一下刘老太爷 战哥 你们到原味楼等我 点上我爱吃的菜 我很快就过来 温婷战目光温和地 看着叶瑶光 轻声叮嘱 叶瑶光见此也就不多言 他相信问题 所以就和肖世锐等人走了 温婷战随着柳家的老管家 来到一处茶楼 去了最好的包间 包间里刘老太爷坐在上位 一手挽着袖袍 一手在沏茶 刘老爷子的动作 非常的缓慢而又优雅 温聚至茶冲泡倒茶 动作一气呵成 如行云流水 撇开个人成见不谈 当真每一步都让人看着心旷神怡 背景开始缭绕茶香的茶水 生出了期待之情 过了一道茶之后 七叔茶只倒了两杯 才抬眼看着隔桌二战的温婷战 温秀才 请坐 温婷战也不客套 就在他面前落座了 刘老太爷自己端了一杯 然后将另外一杯递给温婷战 尝尝看这茶如何 温婷战伸出双手 结果 这是基本的礼貌 对待任何人他都不会缺失应有的礼数 结果之后他浅下一口 才道 此乃恩师御露 不错 小小年纪 对茶倒是深有研究 刘老爷子不由笑了 这茶 乃是太祖亲自命人所致 当时分赐给了四位异性王 如今羽露犹在 黄恩却随风而逝 除了冥王府依旧存 其余异性王早已成寻常百姓家 包括那四位 温婷战静静地听着 没有说话 刘老爷子似乎早就料想到温婷战很沉得住气 他的目光看着温婷战由欣赏变为惋惜 你的才智 比起帝师早逝的柚子尚且有过知 只可惜你不懂 锋芒毕露 木秀于风必摧之 何为藏风险拙 明知道好友遇难而袖手旁观 刘老太爷竟然给我设了这个局 我若不跳下来 岂不是让您失望了 温婷战淡淡地笑着 是什么人帮霍柳席将叶府岩的带到学舍 又是什么误导霍柳席叶母欲改嫁 书院想必有不少您的人吧 我自然比不上刘老爷子酒精官场 人命不过是你手中的棋子 您知道宁安王在扎世锐身边摆了他一道的人 所以将我给逼出来 想要接着宁安王的手将我给除了 这就是所谓的木秀于林 你比我想的更聪明 刘老爷子含笑道 冷静 asse